针对投资房贷款的一些政策 第一首付从20%提高到25% 或者35% 首付来源限制 都意识到了说这个市场不公平 辛辛苦苦打工的这些人 攒个首付太难了 所以买自住房老是买不起 但是手里有那么几套房子的人 他refinance容易 房价涨了以后 很容易又refinance新的钱 再去作为下一套房子首付去买房子 另外两个就是不是贷款的 直接限制你数量 投资房子不让你这个买 那我本来是按20%准备的首付 你如果出了这个政策 我楼口close的时候 要我35%那我受不了 就如果对投资房有调控 增加贷款难度 你会怎么想这种情况 观望呢还是跑步入场的 您在群里面说 银行会收紧对投资房的贷款 银行它批贷款 都是按照你的各种收入 你的T76 现金流来算的 那如果在任何你的这个条件 都不变的情况下 它缩紧什么方面的审核 比如说以前你可以带下来 现在你带不下来 大家好 欢迎来到走走偷偷 波伦多频道 以一个投资者的视角 和大家分享 循环贷款买多套投资房的实战经验 这个是环球邮报的 科学赚稿人 他写了这个mortgage的一些预测 这主要是针对投资房贷款的一些政策 第一 首付从20%提高到25%或者35% 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实施 25%呢 反正先实验一下 受病什么之类的 增到35%呢 我觉得也不会一下子就35%吧 但是呢 这个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对我们来讲 喜欢贷款的角度来讲 是有影响的 会增加我们买投资房的难度 那你攒首付需要更多的时间 refinance可能也会有更多的要求 不知道啊 这都是在这说说而已 但是呢 既然说了 我相信总是有一些东西在后面酝酿 那我房价涨了以后 我本来是20%的首付 如果你真的要我35%首付 那我房价不涨到30% 我都没法refinance了 对吧 我至少得涨超过15%以后 才能refinance出那笔钱 但不知道 他是怎么来提这个事情 但是呢 反正会导致我们循环贷款 会更慢一些吧 OK 无论是新房的要求高 还是这个refinance的难度 首付来源限制 他们都是聪明人 都知道这个市场怎么回事 都意识到了 另外有篇文章呢 也就说这个市场呢 不公平 辛辛苦苦打工的这些人 攒个首付太难了 所以买自住房 老是买不起 首付来的太慢了 但是呢 手里有那么几套房子的人 投资的人呢 他refinance容易 房价涨了以后 很容易又refinance新的钱 再去作为下一套房子 首付去买房子 说的很对 很真实 但是呢 我们知道了这个问题 这个社会矛盾以后 我们做谁呢 我们肯定是尽量摆脱 用工资来攒首付的局面 去做这个被你们骂的 这个对象呗 但是就说他怎么来限制 就不知道了 反正说这个说呢 这是导致房价过快增长 或者说呢 导致没有投资房的人 他的affordability 去买自住房的难度增加 当然有的他是降低首付 这种方式来讨好选民 这个呢 就不知道他就是怎么想 比如说你refinance出来的钱 不能作为首付 或者说借了钱 不能作首付 但这个怎么来实施 我觉得会比较难 其实现在银行 对这个首付的要求 也是有限制的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就是银行呢 实施的时候 有些问题 比如说年轻人 你买自住房 首付是可以赠予的 投资房子 首付是不能父母赠予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银行怎么实施了 每个银行 其实都是有这些细节的 感觉呢 这个就不太好 具体实施 容易打侧面球 未使用的LC的额度 对其他房子贷款的影响 本来已经有LC的这些额度了 那你再买其他房子的时候呢 贷款就有影响 你这LC没有用 没借钱 也影响你贷款 如果有影响 会比较讨厌 就是我们有些客户呢 我是特意给他安排了 这个LC的 用来应急用的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 只是看到这么一句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债务收入比 你的收入债务超过两百万 还多少万 那就更难借钱去买投资房 另外两个就是 不是这个贷款的 直接限制你数量 投资房的不让你这个买 有点像国内的 只不过呢 他这块明确的说 那不敢得罪资助房 就是资助房选民 这块不敢得罪 国内呢 像北京这个就说 你有几套房 第二套房就怎么怎么样 贷款比例 第三套房就怎么怎么样 从数量上在控制 你的投资房 当然了就是加拿大 现在也是在 思考这个问题吧 我那个公开讲座也说了 自由党跟保守党 其实是两套 philosophy 保守党是认为 投资房是对市场的一个促进 会增加供给 然后会降低这个租租 租金 但自由党呢 就是我相信 这些人精什么都明白 只不过是做的时候呢 先不管了 就先这个满足这个自己选民的爱好 所以呢 就有人说呢 保守党虽然对这个房市呢 供应有些好处 但是呢 因为这个人口的原因呢 保守党上台呢 房价也会涨 可能呢 就是涨得快一点 自由党呢 上台呢 短期内 可能会对房市有些影响 不管这样政策 那样政策吧 什么海外买家税了 还什么这个B20啦 还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呢 长期呢 由于他这种短视的做法 按这个意志需求的这种方式 最终呢 涨得比保守党还厉害 他会报复性的涨 我之前公众号也有 特鲁多确实 有书面的英文的报道 他的竞选纲领里面呢 说要提高甚至自助房 不仅仅是投资房 他当初说的是 增加他的capital gain的 这个税率的资本利得 当然现在他不敢说 自助房的事了 他怕得罪自助房 所以呢 自助房免税这个事 他不敢动 这个大蛋糕太大了 那么多人有自助房 但是呢 他确实是在竞选中 提过这个提案的 投资房capital gain 税率增加 这是从这个角度 我相信呢 应该都不是空缺来风的 反正这边是有 个别的议员先提提案 到底这个提案能不能过 到底是不是代表 整个这个党的意志 也不知道 但是呢 就是说 至少是有这种讨论吧 另外两个就是 不是这个贷款的 就直接限制你数量 投资房子不让你这个买 提高这个资本利得税呢 我觉得对我们影响很小 我们长期持有 然后我refinance的时候 我没有税 就是你收不收 跟我影响的大 限购呢 有点极致 反正 加拿大呢 什么政策 他都是要先出来以后 大家讨论 讨论很久以后再实施 都有各方的利益吧 我觉得最大的利益方呢 就是这些开发商 这些开发商一定会lobbing的 我觉得卖楼花的这么多 大部分应该都是都是买投资房的 因为你五年六年以后才叫怎么当自助房 你把首付增加 你把贷款限制 你把这个投资房限制 那买楼花人少了 买楼花人少了以后呢 开发商这个楼花卖不出高价钱了 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会不会就是说 导致他取消项目导致供给更少 但是后话了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但是有可能短期内 先对这个房市有一些打压 我猜呢 就是可能是不是会先来个25% 首付增加到25% 还怎么样的 35%有点太极致了 反正对加拿大了解 感觉不会像国内就突然一刀切 特别猛出个政策吧 这还需要时间 或者看保守党会不会又有些 这个纠正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反正就是自由党的一些想法 OK 我们注意的这个问题啊 第一呢 就是这个风险 那其实现在的楼花呢 就是我说了 除了这些风险以外的 这个等于是一个额外的了 等于又是我没想到的了 楼花呢 总会有一些额外风险 没想到 因为他产权没有嘛 贷款也没有批下来 那我本来是按20%准备的首付 你如果出了这个政策 我楼花close的时候 要我25% 我本来20啊 你现在25我怎么办 我多分5%还好 如果35呢 我受不了 对吧 我哪来这么多钱 这个又多出了15%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嗯 refinance 反正是投资房现在嘛 那就是那我们refinance难度也会增加 所以就是不要都想的特别好 就我一定就是能把refinance出来钱 嗯 就是这个还是要 就是说考虑一下风险 嗯 再一个呢 就是反正到最后 本质上的都是现代 对吧 只不过呢 嗯 资助房没有被现代 那个 嗯 那 因为下面我这也写了 就是尤其 这个房价涨得比较多以后 2021年以后 投资房买家 占整个买家的比例在上升 投资房买家 现在基本占到25% 啊 的比例 我有看过 大多的 嗯 几个区域的数据 2021年 基本上投资房 就独立房没有超过20%吧 但有个别区挺怪的 Richmond Hill的 就是他那个数据 不一定完全准啊 但他是根据MS MSL的这个数据是什么呢 买完以后就把房子出租了 这个其实他是有 这个数据的 当然有可能 有人买完了以后呢 没有通过 嗯 正式的MS系统去出租 可能导致这个比例低 但是Richmond Hill的独立房 有20% 然后公寓 好像也差不多有20% 多因为我公寓的比例 应该高一些 那公寓里面投资的 比资助的应该还是多一些 所以这个有一定比例啊 然后呢 贵的房子 那投资方可能就容易投不起啊 他对首付的要求更高了 或者说原来的 嗯 房子升值以后 refinance出来的钱不能用 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现投资房有限制 还怎么样的 反正贵的房子就跟 就跟这个 这是个变相的B20吧 啊 只不过B20是把自助房也 在里面了 这里面只是投资房啊 但投资房比例相对少一点 就是不知道影响成什么样子 ok 然后呢 思考一下 在这个调控政策出来呢 说有可能会出现跑步入场 这种情况 我先问大家吧 就如果对投资房有调控 增加贷款难度 导致不增加 或者说这个贷款难度增加 收入显得有点不够了 你会怎么想这种情况 观望呢 还是跑步入场呢 哦 估计有点保守 我观望吧 就是怕对后面市场的影响 对吧 对 ok 我这没细算 现在仓位比较满了 跟大家不一样 但是呢 就是我的想法 以我在中国的经历啊 我可能会跑步入场 就如果我还不是那么多仓位的话 那为什么呢 反正长期能涨3% 5% 我也做的话 你现在限制 如果真的要来了 那我后面买都买不了了 如果我真的买都买不了了 就像国内是这样 就是加拿大可能不至于那么极致 中国就说 你不管房价跌不跌吧 我主要长期认为 它是涨的 你哪怕这跌个三年 我可能都要跑步入场 为什么呢 你原来是贷款80%就可以买房 你后来给我变成贷款20%才能买房 那我以后是永远上买不了了 就这事儿 就是这个投资房子跟我没关系了 这种情况下呢 只要最后长期还是涨呢 我可能就先跑步入场 因为你跌完 你是跌了 但是我也买不了 怎么办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看政策 就看政策出来怎么样 就是反正这个呢 就跟当初B20一样 我相信B20当初 加拿大跟中国也不一样 中国是出来政策 第二天就不能走 这边呢 一般出来政策呢 还会给你一些时间的 给你去跑步入场的时间的 那里看具体什么政策 反正当初B20出来 这个成交量是提前又猛上一下 就是大家一想 这个我带不下来了 赶紧先带吧 有这种情况 投资公寓呢 我觉得相对会更容易贷款 因为总价低嘛 那个贷款比例 你再怎么限制 那个首付再怎么提高 就有可能会更容易贷款 可能会出现 原来不投公寓 投独立房的人 投不了独立房了 去投资公寓的也有可能 多年以后导致这个供应受影响 然后租金上涨 这种可能性有 但是呢 我觉得太远了 我们近期之内的 现金流帮助可能帮不上 那个直播就是说 他们政党议员他们 或者是专业人士 讨论的时候 会不会就是讨论这个事情 但如果真的 投资房信贷收紧的话 反正租金上涨 也不会马上上涨 都等这个开发商受影响了 减少供应了 才会上涨 这个对我们来讲 有点远 刚才说了 就是公寓里面 投资房的比例更高 所以可能公寓 受这个政策的影响 会相对大一些 OK 但是就是说一进一出吧 也可能会导致更多的投资人往里冲 因为这个B20出来 17年B20出来以后呢 事实上是 就是贵的独立房受打压 但是公寓倒反而涨得多 17年涨了20% 然后18年19年 基本上都是涨了10%左右 不到10吧 那个然后20年1月到3月抢风了 那一个月那三个月就涨了快分百分十几 然后是疫情来了 才把整个这个石头给拧过去了 所以这个这个B20现代呢 就是也没有结论吧 就是大家就可能也关注一下 就是看一看 了解一下 就是有些东西准备好了 如果自己有个想法 有个战略真的出正确了 可能他也会给你一些时间 做执行的时间吧 没想到也也还又讲了两个小时 大家有什么问题 Eric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上次您在群里面说 最近得到消息说银行会收紧对投资房的贷款 大概就在12月底吧 银行他批贷款都是按照你的各种收入啊 你的T76啊 现金流来算的 那如果在任何你的这个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 他缩紧什么方面的审核能卡住呢 就是比如说以前你可以带下来 现在你带不下来 挺好的问题 因为对大家有擦边球情况的呢 都可以就是提前关注一下风险 这也是就是说 你尤其在不带condition买房子的时候 这个不确定性 其实这也是我服务的价值一部分吧 你去找银行去做个贷款 他口头上跟你说能批下来了 或者呢他甚至给了个书面的预批 但是呢他一般也没时间 就是说年轻的贷款经理呢 他是不知道 他没有经验 知道所有的这些风险 有经验的呢 有时候没时间 好好好好的就是把你的每一个情况全都摸透呢 那他可能没法去 你呢又不知道 说我这方面有问题 要跟他提 那就会导致可能会漏掉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客户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在别的地方做呢 结果以为 就预批都做了80% 结果最后都是靠谱的这个贷款经理啊 最后批下来以后呢 只给他65% 那你首付就不够了呀 结果呢又另外找我 就换了个银行去批下来的 所以就说这里面呢 事实上是有这些不确定性的 银行是可以就是说 做一些工作的 所以呢就是说 你贷款专员哪怕有些东西呢 就贷款专员能给你做下来的 也并不表明 And the writer 后台就一定批你 我这边呢就是你的情况一定能批呢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一定能批 但是呢你有些地方呢 因为我知道你 你们的信息是全面的 我对你们每个人摸的是很透的 问卷呢 你们也都是答的很多的 那个我会跟贷款经理说 但是他有这样的问题 他有这样的问题 一会我举例子 你看看 根据你的经验 这到底你有没有把握 那他都是比较靠谱的这个专员 然后又有经验呢 他说这个我以前做 我大部分都成功了 但是呢我可能也不能保证 然后呢或者说 我这个有10%的概率没成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 这10%的概率不成 我们就不做 但是呢我们就要做好 或者我给你另外一个银行做backup 或者呢我有足够的闲钱做backup 或者不敢下这个 不带condition的offer 给你举几个例子吧 就是反正都是咱们客户的例子 会更有感觉 在银行没有收紧 有些东西呢可批可不批的 因为贷款专员都是想让你批下来的 对吧 这个直播后面他有审计 还有这个专门的这个 Tenderwriter 本来是可批可不批的 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比如说房子的租金呢 每个银行的算法 也都是不一样的 当他对你这个T776 或者对你这个租约 有一定的怀疑的时候 甚至就是甚至有银行 现在已经出政策了 就说我不认你的租约的这个租金 我就直接是用这个市场价 然后再打个80% 就打个折 打个20%折扣 你市场价 我一看2000 其实市场价有时候已经被打折了 2000 然后呢 他们算法呢 再打个折 那你这个跟你真的租约 比如说2100 最后算出来的结果会差很多的 2100跟1600 最后算出来贷款的比例 一定是有影响的 当然就是说 你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就是如果一看 你的收入足够多 那这个风险呢 就不是风险 但是也有银行 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什么东西都够 但是你手里没钱 那我原来客户 个别康开使的时候 我还没帮他做调整的时候 一点闲钱没有 那手里就一万块钱都不到 你除了这个首付以外 一点闲钱没有 虽然你工资挺高 但是最后银行那就不批 就拿这个做一个理由 或者呢 他变个方不批 说什么 我不带你80% 我带你70% 你要多拿出来这个10% 到这个首付里面去 这样呢 就是银行控制他的风险 或者说房子面积 像我刚才说的温哥华 这个那有他房子不到500尺 那有的人不知道 那他就不敢下 就不带condition的offer 银行有时候也不一定去问 你这个事 或者说你这个房子下面有hotel 那有的可批 有的不可批 就是这个东西 银行 虽然有些东西固定的算法 压力测试5.25 然后你这个收入怎么样 还有你收入怎么认定 就是你去年分红是1万 今年分红是7万 理论上是应该两年平均 那银行可能说了 我看你这个case有风险 你房子太多了 我不愿意给你算两年平均 因为你跳跃性太高了 我就算你两年低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很多细节的地方 所以像我刚才举的一个例子 你不带condition去买房子 确实是一个很有利的工具 看这个例子 省了3万块钱 我比人低了3万 都把房子抢到了 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可靠的人 给你打保票 说你能不带condition 像offer是值的 它是值这个钱的 你知道吧 一般来讲 人家也不愿意给你打这个保票 干嘛对吧 就是为了做生意 就给你打个保票 然后对你情况不够了解 万一出了事怎么办呢 我觉得呢 我给大家呢 就是如果说 你可以不带condition 其实后面我还是做了很多工作的 就甚至有可能是 如果你这个比较含糊的话 我真的要找两家银行 给你backup的 那反过来讲 我欠人家两个人情 两个人情 最后只有一个人 能做成你的单子 那另外一个人 我就欠人情的 在不带condition 这么一件事情 就后面有很多知识点 投资房这块呢 我政府调控 就专门讲这块 这会导致银行 对投资房又有些限制 就比如说银行 其实某种意义来讲 泛泛的来讲 贷款额超过两百万了 或者三百万了 你再买房子 其实就有影响 就我就超过了 对吧 我肯定是超过两百万了 他到底批不批呢 他有这个限制 但是呢 他又不说绝对不行 我肯定是很温暖的 所以我肯定是很温暖的